歡迎收看金錢報 我是楊世光 帶來金錢配合故事 最近我們看到這個喬水資本 就是達里歐的喬水 他在今年上半年 這個私募基金大獲全勝 可是從7、8、9、10之後 隨著國際股市的反彈 他手上大量的空單被嘎了 其實達里歐帶領的喬水資本 也不單單是達里歐了 他前面有很多專業的經理人 其實在低點補得很快 補得很棒 可是隨後空得太早 又使得他在 尤其是9月份10月份到10月份 把今年上半年的獲利 給回吐的差不多 這個我們投資人常常很特別 就是我們在做多1000點的時候 拉回500點就把這1000點的獲利 幾乎賠光 放空1000點 反彈個500點 也把放空的獲利給吐光 觀眾朋友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很奇怪 其實今年跌了3000點 彈了個2000點 基本上可能還倒賠了 今年漲了3000點 拉回個1000點 怎麼賺的錢全部吐光了 就以今年的橋水 這個達里歐 就很明顯 上半年大賺 可是雖然在最低點補掉 可是一談起來 馬上加空 確定被他燙到 燙手燙到 所以這個為什麼漲跌之間 操作如此之困難 這我相信很多金錢不到的官朋友 也感同身受 我們今天要觀察 因為機會又來了 我們前幾天有特別做關注 這個今年的行情 跟去年的行情 是不是就是明年行情的翻版 去年的高點 也就約莫在11月跟12月交叉的過程 這一次的高點 會不會就是上禮拜三 11月30號 美國股市乃至於全球的商品 因為布魯金斯協會的一個鮑威爾的演講 來到了高潮 高潮之後就要開始買單 我們從昨天美股大跌到今天台北股市大跌 我們叫做觀察解讀 因為我們用墨菲地律 墨菲地律其實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你最害怕的事情 常常就會發生 就是跟麵包掉到地上的 永遠是塗奶油的那一面 說像墨菲定律 就是你最害怕的事情 最不想見到的事情 可能就發生 所以要回顧上禮拜三 鮑威爾在美國重要智庫 布魯金斯協會所演講的內容 這個事情竟然在昨天晚上發生了 所以到底上禮拜三講了什麼 觀眾朋友還記得嗎 那昨天晚上又公布了什麼 那為什麼會引發市場上的回調 我們先做個觀察 因為11月30號可能會是這一波的高點嗎 那是不是要等到日後做證明 可是對於投資來講 我們用猜的 觀眾朋友中了 那是你運氣好 那不中了就是事光瞎說 就是現在很多的資產 等待這幾天一反彈 11月30號的高點就成為風險操作 的停損點 我們做交易最重要的是要抓出停損點 你要把風險可控 我們做多不是漲多少 而是做多的風險如何可控 做空不是跌多少 而是做空之後的風險可控 那現在可控的風險出現了 就是11月30號上禮拜三 全球市場噴出的高點 不管是商品 還是非美元的貨幣 還是股市 這個轉折 包括債市都出來了 所以現在這關面 你的風險變成可控 11月30號的高點 就成為目前 假如做一個避險操作當中的 重要的風險控制區間 那風險可控之後 我們再觀察趨勢的變化 我還是強調 做多做空 關鍵是你能不能控制風險 而不是能夠賺多少 所以賺多少是另外大問題 就是我前面一開始提到 漲1000點 拉回300點 拉回400點 1000點的獲利吐光了 放空3000點 彈了1000點 怎麼放空的獲利都吐光了 這關面 這要操作部位跟檢討的方向 好 我們先回來看 昨天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個我們背景圖 是聯邦利率 基金利率的期貨部分 在昨天晚上兩個消息 把這個市場上 對於這一次加息的終點 進行了大幅度的抬高 大幅度的抬高 第一個是美國的ICM的服務業 超出意外的好 超出意外的好 上禮拜三 鮑娥爾在布魯金斯學會講什麼 講三個重點 第一個是核心商品 扣掉了食品跟原油之外的 核心商品通脹 應該已經可控 第二個是住房引發的通脹 在明年第二季進到高點 唯一不確定的 是扣掉非住房的服務業的物價 尤其是扣掉住房的服務業物價 在美國消費者總可消費超過一半 這是第三樣 所以核心商品的通脹 應該接近尾聲了 住房的通脹明年第二季 恐怕會進到高點 應該可以進到高點 唯獨有扣掉住房的服務業通脹 完全不可預期 完全不可預期 昨天晚上這個消息 ISM的服務業就準確了命中 上禮拜三鮑娥爾他最害怕的地方 美國扣掉住房的服務業的景氣 超出預期的好 工資跟物價的螺旋性的共振效應 正在不斷的擴散跟蔓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美聯儲養的傳聲筒 華爾街日報尼克蒂米拉拉奧斯 他昨天發表的文章 因為現在美聯儲下禮拜要決定利率決策 現在是接末期 所以華爾街日報的記者 他過去很準確的能夠代表 美聯儲的一些消息跟舉措 這很重要 因為以前我們在市場上關注 像以臺灣的央行 臺灣的央行很特別 三點半開會 四點半開完會 五點鐘會記者會 常常三點鐘路透社 路透社就先把這一次 臺灣央行的利率決策公開 他怎麼會知道 會議都還沒開 他就已經率先在路透社的快訊 來公開臺灣地區央行的決策 這個決策 當然是央行刻意放出來的 不然就被裝切丁氣 華爾街日報這個記者 基本上也常常能夠成為 美聯儲利率決策之前的傳聲筒 其實這種很重要 這很重要 也不是說機密洩漏 而是讓市場上 先做會議結果的 這個叫做壓力測試 壓力測試 另外一樣市場 能夠做好心理準備 所以這種媒體 基本上我們常常會 非常重要的參考 特別提到 這個傳聲筒講什麼 放了什麼風 明年的利率 可能會比大家預期來的更高 這是12月份討論重點 因為12月份 除了升息 是不是0.5個百分點之外 更重要是對於明年的 官方利率的一個預期跟討論 所以這個風先放出來 好 兩槍兩拳重擊 讓昨天市場出現了一個 很戲劇化的向下轉折 等一下經濟感部分 我們要特別延續昨天的觀察 尤其是俄污戰爭 即將接近尾聲 觀眾朋友們注意到 有關於過去這一年 俄羅斯因為被制裁 而限制出口的商品 那都是大漲 可是過去這幾天 過去這一兩中 開始崩盤 昨天跌最兇的是誰 是俄羅斯的小麥 昨天大跌誰 俄羅斯出口的原油 已經開始起跌的 是俄羅斯跟白俄羅斯 出口的化肥 只要是俄羅斯被制裁的商品 受惠於過去半年大漲的 在過去三天 過去一週 都開始崩盤了 發生什麼鬼故事 等下今年趕會為大家說明跟觀察 好 我們先回來看一下 這兩件事情 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 第一個我們看昨天的 國債的利率期貨 出現大幅度的反彈 而價格終於觸底反攻了 現在對於國債一樣 不管是股市會市 債市跟商品 11月30號 上禮拜三 布魯金斯的那一根 這個是藏黑的低點 股市的高點 全部變成大家交易的風險的掌握 所以我建議大家做操作的話 你就把上禮拜三的位置做好 你把它做好 風險可控 那機會無窮 風險可控就無窮 在市場當中就比誰能控制風險 而不是誰能掌握機會 因為機會大家都能掌握 因為順時操作 其實大家都能掌握機會 可是為什麼會有輸家贏家 風險可控 所以第一個我們看國債市場出現了 砰 強彈 尤其是華爾街日報 尼克 他公佈了傳聲的放風消息之後 瞬間美國國債利率 彈了10個BP 好 我們看到不僅10年期國債 2年期5年期10年期30年期 所有收益率昨天都大彈 所以特別看起來一個指標 10年期跟2年期國債殖利率的倒掛 變得非常嚴重 這個嚴重官方可能要做留意 因為第一個 他倒掛反映的是美元的匯價 美元匯價 從過去歷史經驗做觀察 倒掛的終點 才是美元的高點 倒掛的終點 才是美元的高點 這是我們可以做個參考的 倒掛之後 美元進到高點 美元進到高點之後會怎樣 會迎來經濟衰退 這大家要特別做留意 這是個優先的順序的發展跟演變 這個倒掛又創下了1981年以來巨大 1981年發生什麼事情 就Volker把FINFON REIT 美國的官方利率從8%不到 一口氣升到將近20% 就那一次 那現在是1981年再進到一次 所以我們常提到 金融的循環不斷的重複 只是過去10年 過去20年 過去30年 你沒見過 你沒見過不代表不會發生 這就是黑天鵝的由來 黑天鵝一直存在在地球上 可是歐洲的貴族 常常把天鵝是黑的 當作一種玩笑 假如視光很帥的話 那就一定有黑天鵝 除非有黑天鵝 不然視光不帥 結果黑天鵝一直存在地球上 直到大航海 在澳洲發現了黑天鵝 就發現原來真的有 你沒見過不代表它不會發生 現在市場上常常是依據 過去的記憶跟意識形態 倒掛就是生息的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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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觀察 這是你的從業經歷 或是你的投資生涯 這是你師父的從業經歷 跟投資生涯 這是你師父的投資經歷 跟投資生涯 他們都沒見過 所以交易員有學長 交易員也會叫師父 你的學長是這邊 你的師父是這邊 你的學長師父都沒見過 可是你的師父學長 包括你的經驗 都認為在這邊 即將面對的是一個緊縮週期的結束 因為你沒見過 就當它不存在 而這個市場的變化 它就是存在 所以真正的黑電額 跟市場預期發顯出現變化 這個變化轉折在哪邊開始 就從昨天華爾街日報 尼克撰文表示 美聯儲本月加息會放緩到0.5個百分點 這樣會放緩到0.5個百分點 這大家現已定價了 同時 將會討論明年的加息計畫 會討論明年的加息計畫 預估會把政策利率 拉高到5%以上 由於工資壓力的上升 美聯儲可能會把本輪的加息 終點上調至高於 目前市場預期的水平 關門這話不太一樣 因為之前美聯儲的講法 是用9月份的會議紀錄 4.6% 作為目標 就是說目前升息會比9月份來得更高 所以大家預估4.8% 原預估5.0% 5.0% 可是傳真筒講什麼 傳真筒現在否定了9月份 這個會議再要 而是說會比市場預期 市場預期多少 市場預期5.0% 會更高 市場預期會更高 也就是整個升息的終端 會比市場預期至少再高 一碼到兩碼 這是昨天特別提到的 好 講到一大堆了 1980年代最快速度升息 來對抗通脹 我們就看這張圖了 看這張頭 就是這張圖 這是幾次升息 從1980年代 我還是強調 這一次 你會比較2015年 很多的交易員 可能投資生涯5年 8年 10年 所以你的意識形態 跟你腦袋的記憶體 裝的是2015年 有可能裝的是2004年 你的師父 你的學長 可能腦袋裡面裝的是 1999年或1994年 你師父的師父 你學長學長 可能裝的是1983年 跟1987年 可是你沒告訴你 就是你學長的學長的學長 你師父的師父的師父 可能現在已經往生了 他沒有告訴你 這一次的身體節奏 極向1981年 1981年 為什麼像1981年 觀眾朋友 你從邪律 跟時間的急促 跟邪律 非常明顯 所以世光 才會跟大家提到 因為上次升完席之後 台灣的第一首富 就破產了 破產了 這故事 你學長不知道 你師父不知道 真的他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因為1981年 是40年前 你去想想 25歲畢業 進入市場 然後又是40年前發生 所以大概現在都65歲的交易員 65歲的交易員 可能知道這個事情 65歲的交易員 那我告訴你 有沒有可能知道 不可能知道 因為40年前 可能很多戰券市場 很多股票市場 這些都不存在 之前世光主持 這個東升節目的時候 常常要講1980年代初期 1970年代初期的節目 後來我一問 發現不行 你知道嗎 不行你知道嗎 因為放眼台灣的 財經的專欄 記者或名嘴 不管是世光的好朋友 以哥 敬佩的以哥 還是有個蔡明章分析師 他們進入股市的時間 都比世光短 你知道嗎 所以像我們講1985年以前的事情 他們講不出來 他們沒有記憶 那唯一記得的 我還記得是憲哥 憲哥進入股市就很早了 可是憲哥說 太久了 我怎麼記得 所以我說 憲哥 那個國泰塑膠的事件 國泰信託的風暴 那時候復興牧業 昭陽牧業 你還記得嗎 憲哥說 有這兩家上市公司嗎 有 富牧 高雄那個富牧 昭陽牧業是台塑的大股東 你還記得嗎 那憲哥就勉強的想到記憶 所以大家看世光節目 不然因為世光年輕 世光也不年輕 全台灣只有我能帶你回憶 最久最久的故事 所以我說 你學長都不知道 你師父都不知道 現在跟1981年很像 1981年之後 債券的死光了 房地產的死光了 死絕了 死透了 現在正在發展 中間有沒有反覆 有 中間有沒有反彈 有反彈 所以我們看到 昨天美名租記者提到 市場上的預估值 可能會有變化 因為大家都往樂觀的那面做解讀 而沒有仔細的聽懂 鮑威爾的講話 講的就是上禮拜三 10月30號 不如今次學會 鮑威爾講話 上來解讀是個超級鴿派 全球碰撞一個長紅 還記得嗎 美國股市漲得七百點 黃金大漲 原油大漲 美元大跌 好 現在那個位置出現轉折 所以10月30號很重要 他就11月做一天 也代表是會不會 就是今年反彈的高點 是不是反彈的高點 我們不確定 可是至少你在做風險投資操作的時候 像今天市況講很興奮 為什麼 不是會跌多少 我怎麼知道 會漲多少 我更不知道 可是重點是不管跌多少 反彈多少 我們的風險可控出現了 觀眾朋友 這次是興奮的 我們常知道 今天晚上壓世界杯足球賽 到底我會輸多少 取決你的壓注 你懂嗎 你的風險是可控的 那我就賭了 對不對 人生最快樂的是 你的風險可控 希望無窮 不是後面那一句 很多的進入市場 只記得希望無窮 忘記風險要可控 所以我們興奮是興奮在 風險可控 那至於希望是不是無窮 就讓市場 子彈飛 但很多投資人士 永遠希望無窮 忘記可控風險 好 我們再回來觀察 這個勞動市場 勞動市場 等一下講ISEM 最明顯 勞動市場的需求比預期更強 形成了工資跟物價的螺旋性發展 工資走高 消費力更強 物價就走高 物價走高 倒過來倒逼 工資的期待更高 就變成一個螺旋性的 一個剛性的變化 最後就是泡沫 價格的訊號出現問題 所以美聯儲的中環利率 可能會比預期來的更高 好 我們就觀察 通貨膨脹主要 主要包括我們看到 是供應瓶頸 另外還有過熱的 房地產推動 所以打擊股市房市 可能是美聯儲一個非常重要的企圖跟變化 好我們再往上觀察 因為到底要拉高利率拉高多少 目前估計到5% 可是從百分之五來的 就是泰勒法則 5%在這邊 這一段都叫做限制性區域 這個區域就叫黃燈 各位朋友叫黃燈 就是亮黃燈叫你減速 5%的光大利率就是亮黃燈 到7%還是亮黃燈 可是假如經濟不能減速 財富效應 股市房市不能降溫 變紅燈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變紅燈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上一次鮑威爾 上一次Volk為什麼變紅燈 就是在七年代 幾次進入黃燈之後 看到了汽車減速了 行人放慢腳步了 所以黃燈OK 就變綠燈 結果沒想到汽車暴衝 心而亂走 所以做Volk作為一個交通警察 作為貨幣市場交通警察 就直接變成紅燈 而且紅很久 紅很久 紅到整個市場凍結 再凍結 紅到什麼地方 紅到蘇聯集團的經濟崩潰 觀眾朋友 這才是最重要目的 最重要目的 所以昨天尼克講話蠻特別的 工資通脹等等如何 好 我們講第二個問題 就是昨天的服務業 我再強調 在上禮拜三 不如今是學會的時候 他提到了 美國的通脹三個觀察 核心商品的通脹 已經得到緩解了 現在什麼都在跌 對不對 電視也在跌 電腦也在跌 手也在跌 什麼都在跌 半程度都在跌 所以大家聽到這好high 通脹結束 講第二個 代表擔憂了 住房通脹 隨著換冤結束之後 大概到明年第二季 就會見頂了 大家更high了 第一個是現在看到的 得到鮑威爾確認 第二個是未來害怕的 沒關係 也到明年第二季 可是他第三個講到的 就是扣掉住房的核心 服務性的服務線 服務類商品的物價 是不是能夠可控 再跟工資有關 這個太難了 就當中沒聽到 市場是這樣反應 好 我們先觀察 昨天公佈的 美國供應商管理協會 供應管理協會 跟標普的Market 公佈的最新的服務員PMI 就很特別 他告訴我們 在全球零售消費 實體消費降華之際 美國的服務業 開始反彈 跟復蘇 服務業會不會是週期底 現在對於美聯儲業 因為他會跟工資產生共振的關係 我再次強調 鮑威爾 講的核心商品通脹已經結束 可在明年第三季 他會從原來向下拉力 不排除重新成為向上推力 他沒講 第二個 住房通脹會不會在明年第二季 鑑定 有可能 可是隨著按揭房貸利率來到6% 美國的房租要跌也很難 所以我們都留了淡書 那這淡書就是我們家的 但第三項唯一不確定的 是美國扣掉住房的服務業 會不會跟工資產生共辦效應 大家知道台灣 台風一產生連結 兩個青台一旦共辦 他比中台還強 比強台還強 就是變成1加1大於2 所以非住宅的服務類商品的消費 服務類的消費 跟工資會產生共振關係 有沒有可能 ISEM昨天傳出了最悲觀的消息 為什麼叫最悲觀 好 第二我們看壞的 這數據是好的 超於預期 可是其中爛壞 新訂單掉 新訂單掉 然後出口訂單崩盤 庫診取機極爛 超爛的 訂單也差 出口訂單也差 我們看到 供應鏈供給的時間也差 價格也差 景氣也差 為什麼這個數據會超預期 你看所有細項 有將近三分之二 極爛無比 但這個數據為什麼那麼好 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生產活動加劇 這可能是因為感恩節的關係 可以解讀 我們看到什麼都很爛 可是僱傭關係卻變成擴張環節 所以我們馬上要看一下這個問題 看一看 就從ISEM們調查到各個大類 各大類 有好有壞 可是唯獨對於勞動力市場的需求 只增溫 不降溫 所以我們看到剛剛這個數據 其實這個數據優於預期 服務業優於預期 最擔心就是你可以差預期沒關係 我們大家很高興 你也可以優於預期沒關係 我們也很興奮 可是不能數據很爛 但優於預期的原因 是因為服務業的僱傭關係 也就是工資跟物價 形成了惡性的共振 共證跟共犯效應 這就是鮑威爾上禮拜三 最不應見到 我不知道還是鐵嘴神預言 還是烏鴉嘴 可是在一個禮拜預言 除了尼克 美聯儲通訊社的講話之外 跟大家做溝通 另外是鮑威爾最害怕的事情 好像在淺淺的 正在醞釀跟發聲之中 分享給所有觀眾朋友 來做個掌握 10月30號 價格的轉折 將會成為大家短線上 一個觀察的重點 我還是建議大家 我們永遠不知道 希望有到無限還是有限 可是要把風險 作為一個可控制的地區 10月30號上禮拜三 很多位置轉折就出現了 好 最後一篇課 我們今天的部分 大家要關心 昨天小麥崩了 小麥崩之外 原優也崩了 原優崩之外 我們看木材也崩了 木材崩之外 連化肥也崩了 這些所有的商品 這些很奇怪的原料 他們只有一個共同點 都是俄羅斯被制裁 影響到國際貿易的主要商品 這背後什麼故事 我們休息一片刻 馬上再回來